心动的信号风波不断 张天被曝隐私音频在不知情下被录制 就观众人数而言 心动的信号并不是一档热播综艺 毕竟节目的主人公是素人 不过因为第一季播出的普电以及心动侦探团的更新 让第二季心动的信号颇受关注 多次成为观众讨论的话题 其中张天和陈奕晨两人还因为节目结缘 确定了恋爱关系 在张天控诉陈奕晨经纪人引发关注之后 一条张天和陈奕晨的大尺度露骨音频被爆 该音频是张天和陈奕晨的聊天记录 其中内容坦白了张天曾经的恋爱史 而陈奕晨男人寻味的询问被观众质疑根本不爱张天 因为该音频内容对张天的形象有所损坏 张天称这段录音是在自己不知情的情况完成 而录音中的内容张天并没有否认 只能说张天以一片真心对待陈奕晨 换来的只是伤害 лив属公园 dann bit like 明镜小刁